最近在云南普尔江城县境内 监测人员拍摄到了 一个象群集体睡觉的画面 象宝宝酣睡在大象的中间 场面十分的温馨 在云南普尔曼老江边的芦苇丛中 一个象群正在集体睡觉休息 三头小象像背包饺子一样围在中间 还有两头大象站在旁边警戒守护 边上一头顽皮的小象 玩累了以后也找了个位置睡觉去了 专业人员判断 中间三头小象大概出生只有八个月左右 其他四头右象一到三岁不等 五十六十 这里还一只 这两只更小 对这个 这个是第七个 这个搬到成天象 你看他们现在都躺着睡 两个站岗 临近中午随着气温回升 向宝宝们在妈妈的催促下 陆续起床 走进旁边的玉米地觅食 小象学着妈妈的样子 一边品尝刚长出的玉米 一边开心地打闹玩耍 据工作人员介绍 被野象损坏的玉米等作物 当地会通过保险理赔 给予村民适当补贴 象群出现的地方 他们都会通过跟踪监测 及时发出预警信息 避免人像冲突 给予村民适当补贴 给予村民适当补贴 给予村民适当补贴